凯坦级布朗杰克逊6月30日宣誓就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 正式成为美国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非裔女性 她填补了即将退休的83岁的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的席位 布雷耶先前宣布在担任法官近28年后退休 于周四中午生效 此次提名为杰克逊在联邦司法机构中的晋升画上圆满的句号 此前他在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工作了不到两年 在华盛顿特区担任联邦地区法官8年 加州立法者6月29日晚通过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预算 今年5月时加州州长纽森宣布 加州有近1000亿美元的盈余 可保护不受中期选举可能危害的堕胎权 枪制安全法和隐私法的影响 州长纽森强调 会在医疗保健、教育、托儿、环保方面增加预算 还承诺提供1亿2500万美元援助金 协助所有妇女在加州堕胎 据悉 该预算将向该州的大多数纳税人提供退款 并将医疗保健扩大到更多无证移民 增加大学、住房和社会安全网计划的资金 主要气候方案的细节以及一项让州监管机构 在批准清洁能源项目方面拥有更多控制权的计划 纽森和立法领导人已经同意在7月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 为学区和特许学校增加近13%的TK至12年级一般资金 高等教育方面 扩大加州主要的财政援助计划 根据可用收入 这些变化将使额外的15万名学生有资格从2024至2025年开始获得援助 其中包括大约10万9千名社区大学生 他们新有资格获得奖励 以支付食品和住房等非学费开支 洛杉矶县警察局警长6月29日表示 在上周最高法院决定放宽限制后 洛杉矶县申请隐匿武器许可证的人数开始增加 并补充说 洛杉矶县最终可能会发放多达5万个此类许可证 与过去几年相比 这个数字的增长是惊人的 因为传统上 每年发放的此类许可证数量为几十个 此前 洛杉矶县根据州法规要求申请人出事充分的理由 才能获得此类许可证 现在他们正在将运作方式调整为应迁发标准 他强调 获得许可证的基本要求仍然存在 包括培训要求和背景调查 本月14日 因回应家暴事件 不幸在L Monte市汽车旅馆遭枪杀的 两名L Monte市警局警员 31岁的桑塔纳和42岁的帕雷德斯的追悼会 6月30日上午在安大略丰田竞技场举行 来自南加州警戒的人士均出席 追悼会于上午10时开始 持续至下午1时左右 现场不对公众开放 但许多身着制服的执法人员前往现场艾斯 俄罗斯农业部称 从7月1日至12月31日 俄罗斯将暂时限制出口氨基酸饲料和大米 该决定目的为确保俄罗斯粮食安全 保证俄罗斯国内这些产品的价格稳定 以及支持俄罗斯畜牧业和加工业 此举或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危机的压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6月30日下午成专列抵达香港 出席将于7月1日举行的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 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 他向香港同胞致以热烈祝贺和美好祝愿 并指出 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生命力 是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维护香港同胞福祉的好制度 另一方面 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 香港大街小巷国旗 屈旗飘扬 香港市民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感受回归的喜悦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近日在维多利亚公园 举办了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 还通过举办庆回归花车巡游 推出25辆特别版巴士等多种方式吸引回归 此外 庆回归25周年 朝月农情药香江大型炒曲艺术会演 也在尖沙局举行 三个月 两个月 仇神 一仇神